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不飞 来 重新看 大家好 我是赖冠林 今天呢 我要来给大家录一个Vlog 是关于音乐 我这个人是时时刻无法离开音乐的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给 不知道我的粉丝朋友们推荐过一些歌曲 其实回应都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干脆录一些我的歌单 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听什么样的类型的音乐 我喜欢在开心的时候听一些比较 比较新颖的东西 就像心情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吉他的声音也会让人更愉悦 你知道吗 所以像Justin Bieber 这句比较老一点的歌 这是Justin Bieber 的2015年 发的一首歌叫Love Yourself 也是我在开心快乐的时候听的 我一直在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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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大一样的套 然后 games I'm at a sleepin'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對 就是這樣 接下來不開心的時候聽這首歌 不開心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緒 就是你非常不爽 你非常不愉悅 所有的負能量情緒都夾在一些時候 那就是你不開心的時候 可能要聽一些比較有powerful 就是有士氣 有一些正能量在裡面的音樂 我一定會聽的一首歌 Despacito 然後是remixer 版本的 就是Justin Bieber Featured 我今天在介紹給大家一首歌 就是DJ Z 也是有一陣子推出的歌曲叫做Stay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我在這邊就不再給大家去做一個介紹了 因為這個歌太有名了 但是Stay也是我在我不開心的時候一定會聽的歌曲 我覺得運動跟健身是大家現在已經健康生活不能缺少的東西 那我自己呢我可能不是會練得很兇的那樣 但我會保持我的健康狀態 我會去運動 我也會去健身 甚至有的是游泳 那麼在運動的時候呢 我不喜歡讓自己有的都會閒下來 如果是保持在一個有音樂又輕快的情況下面 其實它會讓你的運動有一定程度減少負擔 我自己喜歡聽 可能就會比較讓節奏感稍微強一點 這邊有一首歌是Closer 跟你們知道那個Closer不一樣 但是我這個它也挺好 你可以聽聽看 對就是這樣一個節奏 挺好聽的對吧 再來呢也會聽一些可能比較黑暗風格 可能要說黑暗但它可能不會那麼的明朗 它同時是節奏感比較強的 會讓你有點就想跳棋舞來 隨隨音樂搖擺這種的 最著名的可能就是Post Balloon 在2018年推出的叫Better Now的一個彈曲 我會說明明是不容易 你會說明明是不容易 先就介绍到这里 虽然说我运动时肯定会听很多很多歌 可是我在这边不得不提到我偶像 My A Role Model Justin Bieber的一首歌 他叫 Where Are You Now 是他跟Squarelex还有Deep Blow做的一首歌 这首歌也算是给他一个翻身很大很大 一个帮助的一首歌 是2015年的 这首歌从2015年刚开始 就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意料 所以说这个是我在运动的时候 一定一定会听的歌 我还想再安利给大家最后一首歌 不管你运动或者你不开心或者你开心 或者是你不管你是在坐车或者你在开车 反正就是这首歌我一定想安利给大家 他就是我的老板之一 Tim Wayne Jackson Shout out to Jackson Wayne 他最近出了一首单曲叫Oxygen 这首歌呢他带有非常强烈的风格 就是写给了非常非常广大的群众 他要传递的信息非常的强烈 Jackson Wayne Oxygen Give it u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但我就觉得我听的音乐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我希望同步到喜爱我的粉丝们 希望你们多多支持 那同时呢我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 等到下一次有更好的机会 我也再出现给大家来安利我的歌单 拜拜 by bwd6